牙齿的一个健康 或者是牙周的一些问题 其实影响到包括腺肠病 包括我们中风 它会发现它的比例会增加的 这个理由也都很简单 因为这是肠污纳垢的地方 这是我们免疫系统 需要在这个地方 好好发挥它功能的地方 如果譬如说太累了 生活作息有 问乱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此牙齦发炎的机会 会比较多 为什么 体内的免疫系统比较差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去呈现 我们免疫平衡的一个状况 它就会发生恶势力增加 免疫系统下降的关系 那造成发炎 那么牙周病 它就反复的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受到一些破坏 因为牙结石的一些关系 破坏 那倒也不一定是全部发炎 一开始就是发炎 有结石发炎在进入 就松动了这些基石 因为我们的牙齿 要固定在那个地方 它不是就是只是 突出来在那个地方 它要在那个 我们的下寒骨 上寒骨 这个骨头 这个地方 有个槽 在这个地方 有个固定的 这些软组织在那个地方 所以刚开始有入侵的一个管道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免疫系统不好 我们不注意牙齿的一个健康的时候 卫生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破入的一个点 切入的一个点 细菌就在这个地方 可以繁殖 可以在那个地方破坏 破坏的一个结果 我们这个牙齿它就会 原来的那样稳固的一个基础 就会受到一个破坏 本来这个旁边那个地方 都要有好一点的这样骨质 在旁边保护着它 这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话 当然临床上 它就会出现动摇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个都是有它的一个 进行的一个方式 方向 所以早期我们能够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在这个稍微有问题的点 我们给它遏止的时候 它当然就不至于发生到最后 变成这样 这非常恐怖的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背后代表的 可能是不只是牙齿掉落 还代表可能是会产生出利害感染 这个感染有时候会造成 颈部这个地方的一个感染 而发生致命的一个危险 所以最后牙刷牙线 这个清除 那个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藏污纳垢的一个点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定期到牙医那边 能做洗牙的动作的时候 也能够把这个牙斑 这个地方给它清除掉的时候 它就不至于往底下去渗透 底下去破坏 那么可以预防的一个疾病 我们不要等到有问题到最后 要花那么贵的一个金钱 来去做后续修补的动作 更遑论它对整体健康的这个危害 除了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你要好好